当年论坛网友左央发布了一篇名为关于几种所谓恐怖游戏的亲身体验的帖子,详细描述了自己尝试的几种灵异游戏,并宣称将以身是鬼,他想探究世界是否存在鬼神,因此决定亲自体验各种通灵游戏,左央的帖子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兴奋,他们迫切想知道结果,然而,在一次通灵游戏后,左央却神秘失踪了。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将揭开左央事件的始末。说起左央,90后或对灵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甚至有人可能看完了他的所有帖子。 左央是天涯论台上活跃的网友,平时喜欢与大家讨论各种灵异故事和奇闻怪谈,吸引了很多粉丝。 2005年2月20日左右,他在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帖子,题为关于几种所谓恐怖游戏的亲身体验。 一开始,他就向网友们保证所说内容皆为真实,否则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在帖子中,左央共尝试了五个游戏。 第一个游戏是许多胆大的人可能尝试过的午夜12点削苹果。 规则是午夜12点,关灯,拿面镜子。 在镜子前削苹果,但苹果皮不能断。 据说这样可以看到前世的自己。 为了完成这个游戏,左央拆下了妈妈梳妆台上的镜子,并等待午夜12点的来临。 时间到了,他开始了尝试,削了一个苹果,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他不甘心,又削了一个,但连续削了五六个苹果,仍然没有发生怪异的事情。 最后,困倦的左央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看到地上满是苹果皮和卸下的镜子,还以为左央梦游了。 由于文字写的误实,幽默感透露其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等待左央的后续。 招魂游戏引发神秘事件,世界上真有鬼神存在吗? 不久之后,左央又尝试了另外一个游戏,事情开始变得与众不同。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在午夜时分。 在一个荒凉的石子路口,拿一碗白米饭,插上三根香点燃。 等到香烧完后,再把米饭吃下去。 据说这时的米饭中注满了孤魂野鬼的致淫之气。 吃下米饭后可以进入灵界之门。 但是左央做完这个游戏后,除了觉得混合相会的米饭有点难以下宴外, 依旧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结束后,左央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准备回家。 但奇怪的是,原本十分钟能到家的路程, 他却偏偏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帖子一经发布,下面的评论都说他遇到了鬼打墙。 还有人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心理作用。 左央尝试的第三个游戏是血腥玛丽。 在这个游戏中,他独自进入一间漆黑的浴室,不能开灯,然后面朝镜子。 点燃一根蜡烛,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默念三次Bloody Mary。 但做完这一切后,镜子里并没有出现面目猙獰的恶灵。 也没有红色的眼睛,没有镜子和墙壁上可能渗出的血液。 如果运气不好,恶灵可能会将你拉进镜子。 不过左央在完成这个游戏后,唯一的变化就是浴室里的水蒸汽凝结在了镜子上。 其他什么都没看到。 后来,他又尝试了一个叫做招魂术的游戏。 但因为这个游戏需要在运猿之夜完成,他做的最后一个游戏叫做四角游戏。 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个游戏,胆子大的可能还亲自尝试过呢。 这个游戏最初是从日本传来的,规则也很简单,在夜半时分。 选择一个方形的漆黑空房间,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分别站一个人,面朝墙角。 游戏开始后,一个墙角的人开始朝另一个墙角移动,然后轻拍站在墙角的人的肩膀。 接着那个人也会像上一个人那样朝一个墙角走。 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到那个空出来的角落,此时这个人就需要先咳嗽一下,然后越过这个墙角继续向前走。 直到见到下一个人,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屋子里面没有人咳嗽。 这就说明每个墙角都站了人,而且还有一个人始终在走。 这就说明房子里多出来了一个人。 左央第一次尝试四角游戏时,找来了他的三个朋友。 四个大男人来到了一个空房子里,一开始大家都嘻嘻哈哈地不严肃。 可是灯一关,气氛就紧张起来,这个游戏一直进行了二十多分钟。 此时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句,怎么少了一个人呢? 众人疑惑地打开灯,发现房间里确实少了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尿急,中途跑出去上厕所了。 所以第一次的实验已失败告终。 左央承诺会在下个月告诉大家结果。 几天后,左央又尝试了第二次。 这次找来了一个女生,地点还是上次那个房子。 这次游戏进行了十分钟左右,女生突然惊呼一声。 众人打开灯之后走到女生身边。 结果这个女生一把就抓住了左央的领子。 失控地喊着,我要走,大家只能把她带了出去。 可是在路上,这个女孩一直在哭。 她坐在地上扶都扶不起来。 最后没办法,只能将女生送去医院。 最后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才让她安静下来。 第二天,女生才将昨晚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她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她总感觉最先走的那个人角落里出现了一个人。 按理来说那个角落应该是空的。 自从四角游戏过后,左央上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 本来承诺好的招魂术也没法实现。 直到2005年6月22日,左央再次发布了一则帖子。 她说,这段时间没有上线的原因是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这些遭遇与她做的那些游戏有关。 左央甚至还提到在庙里上香的时候,一位老和尚说, 她一生必遭此劫。 6月28日,左央再一次上线。 只是这次时候,她便消失了。 随着她的消失,各种各样的猜测也扑面而来。 有人说她真的遇到了脏东西,遭遇了不测。 还有人说,左央只是炒作而已。 直到三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10月25日, 左央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陆了网站。 给了这件事情一个不算结果的结果。 从她第一次发这个帖子到现在已经三年零八个多月了, 之所以久久没有登陆。 是因为她后来对这个ID感到深深的恐惧。 当年的那些事情她确实都经历过, 也确实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她告诫大家, 对于神明以及灵魂, 你可以永远都不去相信, 但是永远也不要亵渎和不尊重。 这段话完全不同以往的幽默和满不在乎, 反而表现出一种幡然悔悟的态度。 这种鲜明的对比, 让更多的人相信了左央事件的真实性。 后来左央就真的彻底在网络上消失了。 此时的左央的却是遇到了很多麻烦。 几年后有一位声称是左央的朋友在网络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他看到了左央, 人显得有些憔悴, 精神头看上去还是不错。 他的右手手腕内侧多了一个怨牙形的疤痕, 他问起左央这疤痕是怎样来的。 左央和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左央说在几个月前, 他起床后就感觉特别有精神, 饭都没吃就想出去走走。 说来也怪, 马路上特别的清静, 没有车, 也没有过往的行人。 仿佛时间像是静止了一样, 他想快速地通过马路,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突然抓住了他。 他回头一看, 是一位年轻的妇女抓住了他的右手, 指甲也伸陷他的手腕皮肤里。 这时, 他瞬间听到路上嘈杂的声音, 也看到了马路上的车来车往, 一辆货车从他的身边急趾而过, 那个年轻的妇女惊恐地喊道, 你不要命了。 也是在那一瞬间, 他感觉到了疼痛, 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 那个疤痕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这也是我后期在天涯上看到的, 当时没有想留下截图来证明这件事, 但也没有想到天涯论坛会这样的关闭, 其实对于鬼神这种东西, 都是信则有, 不信则无。 左央确实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这些事情是否真与那些所谓通灵游戏有关, 还真的不好定夺。 我只能在这里劝诫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故事内容来自网络, 希望大家相信科学, 最后梦回唐朝有情提示, 身而为人, 要行善积德, 对于未知的一切, 心存敬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